这一节主要讲的是雅阁的儿子们之间的一个勾心斗角的故事 兄弟们一起来欺负最小的孩子 我们看是这个故事怎么发展的 第一句就说雅阁他住在父亲乔居的土地迦南地上 这里面这个词还是居住的意思 In the land where in his father was stranger 就是他父亲乔居之地 这个stranger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就是他父亲是外地人 他跟这住对于当地人来说 他就是stranger stranger直接翻译成乔民 外邦之人的意思 In the land of Canada就是在迦南这片土地上 下一句就说 底下是雅阁他的历史 这个战云神这翻译成历史的意思 这个雅阁他改的名字以后叫以色列 就是第三句所说的 这个是他改名以后的新名叫以色列 他们说的就是同一个人 他有一个儿子小儿子叫约瑟 小儿子约瑟当他17岁这么大的 17岁年龄就17岁 他和他的兄弟们以及他的一个沈娘 他们一起他们在一起玩 在一起玩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含义 这个飞定的flok就是放羊的意思 这个flok是羊群的意思 这个飞定就是说给羊喂草 直接理解成他们在这放羊 这个词是兄弟们brother的意思 这个lad是指这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的意思 就是指约瑟 就是前面这个约瑟 他和他的这位沈娘所生的孩子 还有这位沈娘所生的孩子 他们在一起玩 以及还有他父亲的一位妻子 父亲的一位其中的一位妻子 约瑟他自个儿就把他们干的一些坏事 告诉给他告诉他的父亲 这个evil就是说干的坏事 就是report打小报告 我们这句三句 这个以色列就是之前所说的 这个叫雅阁的人 他改名以后叫以色列 他爱自己的小儿子约瑟 因为爱他的儿子胜过其他的孩子 胜过其他的孩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he was the son of his old ag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他在很老的时候生的 很老的时候生的最小的儿子 and 于是他给他的儿子做了一个什么 条纹的大衣 就是coast翻译成大衣长袍什么的 这个colors 直接翻译成什么带条纹的五项六色的衣服 第四句是 这个小孩的when his brother saw that their father loved him more than all his brother 就说其他的兄弟们看见父亲的爱这位 爱这位爱 him 指的就是约瑟 爱约瑟胜过爱其他的兄弟 他们就很不高兴 他就恨这个约瑟 y him 指的就是最小的兄弟约瑟 他们就不能好好跟他说话 不能心平气和-平平静的你们说话 这个词翻译成 平平静静心平气和的意思 piss 없 core 这边是说话的意思 至谈第五句 那个约瑟呢 他做了一个梦 他一告诉他兄弟他做了一个什么梦 然后他凶力就更恨他 这个词是动词做梦的意思 这个词是名字 也是梦的意思 他告诉他的兄弟们 他在梦中所说的所见所遠 然后他的兄弟就更恨他的 heat him yet the more et the more就是更恨他 越白恨他 再看第六句 他对他兄弟说了个什么呢 他的兄弟这个黑呢 就是约瑟本人 他说在这个梦里面 this dream 无计 I have dreamed 我所做的这个梦当中 你们听啊 他是这么一个梦 我们在这个地里边捆庄稼 捆庄稼 这个词呢 可以翻译成这个庄稼舵子 一舵一舵的这个小舵子 可以把那个麦子 收麦子的时候 把麦子捆起来捆成一小舵 这个词翻成舵 一舵一捆一捆庄稼 这个binding就是一个动词 就是说把什么时候捆在一起 绑在一起的意思 在这个田地里面 飞着翻成田地里面的意思 这个时候呢 我的庄稼 my shift my shift 就是我所捆起来的那一舵庄稼 rude就是立起来了 站起来的意思 rude站起来了 and also stood upright 朝上站立 朝上站立的意思 立起来了 说这个your shifts 就是说兄弟们 你们的捆起来的庄稼 这些舵子 也是站在我的舵子旁边 run about 就是围着我的那个庄稼 那个庄稼舵子 然后朝我那个庄稼舌�磕头 这个词是我的那个 还是那个庄稼舵的意思 这个词是磕头礼拜驱手的意思 这个梦呢很怪 这个词呢 还是这一捆一捆一捕一跺的意思 这个跺是这个意思 再看这八句 他的兄弟们听了以后 就对他说什么呢 shall you indeed ring us over us 这个音笔的就确确实实 确实的确的意思 第一是什么这个ring ring的翻译成统治管理的意思 ring over就是管理谁 统治谁的意思 你要管辖我们 你要统治我们的意思 and shall you indeed have a dominion over us 这个dominion也是这个统治管辖的意思 跟前面这个ring的词比较近 统治管辖 他们就更恨他了 hate him yet more 更恨他 这边有个more更的意思 更恨他 因为他做了这个梦 因为他说这些话 再看第九句 he dream yet another dream 又做了一个梦 这个dream是动词 这个dream是名词做了一个梦 他又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兄弟 什么意思呢 在他的梦里面说 在兄弟呢 他说我又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是什么呢 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以及十一颗星星 都朝我下拜 这个词还是磕头下拜的意思 驱手 驱手 俯身下拜 磕头的意思 这翻成磕头 在第十句就说 he told his father 他把这个事 也告诉他的父亲 也告诉他的兄弟 这个时候呢 他的父亲就责备了他 这个词可能是个生词 是责备斥责的意思 就顺着他一顿 对他说什么呢 说看你做的 这是个什么梦 这是个什么梦 这里面呢 唯一一个可能是生词 就是hast hast是have 在古代的写法 是第二人称 是第二人称 父亲截止就说 难道我和你的兄弟们 都要在地上向你磕头吗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brother 这个词是brother兄弟的意思 这个indeed的 就的确 我和你的兄弟们 就的确要这么做吗 这个boe down 就是弯下腰 取下身子 扶下身子的意思 这个boe down 就这么一个含义 我们自己应该在地上 向你磕头吗 这个在地上的意思 这个贴血也是你的意思 向你磕头吗 父亲好像很不满 其他的兄弟们就很 很嫉妒他 这个词是嫉妒的意思 嫉妒 嫉妒他的意思 但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雅各就把这个事 给记下来 记在心里边 这个词呢 他的本意是保留 但是这个地方 这些父亲记下来 说的话 这个信息 他说的话的意思 再看第12句 他的兄弟们 去to feed their father's flock 就是在野地里面 放他父亲的羊 这个是放羊 这个羊喂草的意思 这个是 是一个地名 这个是好像跟前文中 所讲的羊羊的名字 有点像 是用他的名字 所命名的一片 一个地方 一个地名 一个代号 总之不管是人民 还是地名 都是一个代号 没有实际的含义 我们再看第13句 这个以色列 就是说雅各本人 就是说父亲这个人 他对他的小儿子 一个色说什么呢 说你看这一句高粱的部分 就说你看你的兄弟们 不是在这个野地里面放羊吗 这是一个法文句 这个兄弟的意思 在野地里面放羊 这个flock是羊群的意思 把他高粱一下 这个废的是动词 是牧羊的意思 给羊喂草 他说你来吧 过来吧 我拆遣你做点事 他就这么一个意思 send you send you 就是拆遣你的意思 这个send是拆遣的意思 拆遣的意思 这个贴旗是你的意思 拆遣你到他们那去做点事 什么事 然后雅各就说 here I am 可以 可以的意思 我们再看你十四句 他对他讲 他的父亲对他讲 他说你过去看一下 看什么 see weather it be well with your brother and well with the vlog 就说你看一下 你的兄弟们好不好 平平 你这羊群好不好 平平 这个词是兄弟的意思 把他讲一下 be well就是说好不好 的意思 好的意思 这个weather就是说 一个问句 问句的title 这个well with the vlog 就是羊群好不好 这个flog是羊群的意思 well还是翻译成好的意思 前面一个weather 就是直接翻译成 好还是不好 你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 你回来说 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告诉我 告诉我 他们好还是不好 bring me word again 就你回来说 告诉我 于是他就send him out of the well of herbron 这个well of herbron 是一个地名 一个代号 这个well 这个就翻译成平原 此处的一个平原 把他的小儿子 约瑟就派过去 send him就派过去 派出去了 他就动身去这个地方 去这个地方 说让翻译成事件之地 这个地儿 这也是一个人名 前面所说的羊羊的名字 我们看第十五句 a certain man found him 就说 这个send him就发现 有一个人就行了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就直接发现有一个人 某人 发现某人 这个人就 这个人在椅外就碰见他了 就说他看见 he was wandering in the field 就说看见这个约瑟 在野地里面徘徊 这个词 翻译徘徊逗留的意思 这个人就问他 这个前面这个人就就问他 问他什么 ask him 就是约瑟 问他 说你跟这干什么 找什么呢 这个词send him 是找的意思 动词 寻找的意思 他就打会说 我在找我的兄弟们 my brother 这是兄弟的意思 这个人就告诉他 这个人就跟他说 说什么 你的兄弟们已经起身 离开这个地方了 这个depart是动身离开的意思 这个恨死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 就是here的意思 就是这个地方 h-e-r-e here 在古代的前方 我们再看 说 这个人说 这个人我听到他们讲 咱们去这个地方 去多谈这个地方 多谈 这个zem就是指他兄弟们说 约瑟就动身 去追赶他的兄弟 问他 就是追赶他们兄弟 追赶的意思 这个词是兄弟的意思 他果然就要多谈 这个地方找到他们的兄弟 我们再看下一集是怎么发展的 故事怎么发展的 18就是说 when they saw him afar over 就是说 这个zem是指谁呢 是指他的那帮 在牧羊的兄弟们 在野外牧羊的兄弟们 老远就看见him him就是约瑟 看见小弟弟过来了 这个afar far over就是老远 远远的就看见他的意思 before he came near 就是说 在他的兄弟约瑟到来之前 到来之前 就是走近之前 走到跟前之前 near就是跟前的意思 走到他们跟前之前 他们就干了一件坏事 这个词呢 就是说 我们密谋害这个 这个词是谋划密谋 就说阴谋的意思 动词阴谋 阴谋呢 对谁有阴谋 againstay him 就指谋划的意思 谋划要害他的小兄弟 这个zem是杀的意思 谋划要把他杀掉 19就是说 他们就对彼此讲到 说什么呢 这个做梦的家伙来了 Dreamer是做梦的家伙 这个coms就是来了意思 这是come 直接理解成come 二次就是说 now herefore let us slide him 就说我杀掉他们 这个zem是杀的意思 然后把他丢到水坑里面去 这个cast是丢抛的意思 把一个东西什么 抛到空中去投掷的意思 直接反正扔 扔到什么呢 扔到水坑里面去 我们将会说 回去以后 我们就对父亲说什么呢 说野兽把他吞噬 把他吃了 这个词是吞噬吃的意思 这个beast是野兽的意思 这个evil就是邪恶的意思 就是邪恶的野兽 很危险邪恶的野兽 把这个兄弟吃掉的 has还是have 在古代的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的 第三人称的一个邪法 然后就说 and we shall see what we will become of his dream 就说 看一下这个家伙做的梦 兄弟很坏 他们这帮人很坏 其中兄弟当中有个人叫 叫吕辩 叫ribbon吕辩 他听到了这些话以后 他就 他就心里起了慈悲之线 he delivered him out of their hand 就说 他想把这个最小的兄弟约瑟 让他逃离其他人的魔爪 这么一个意思 delivery out 就是让他逃离的意思 逃离什么 their hand 就是其他人的魔爪 害人之手的意思 就说到 他就对其他兄弟说到 我们不要去杀他 我们不要去杀 这个最小的弟弟约瑟 好 22句 那吕辩就对他们讲 讲什么呢 shed no blood shed shed 直接把它高亮一下 shed就是说 水呀 或者是血液 从什么地方 箭到大地上 这个箭字 雪箭当场 这个箭字 就是这个shed no blood 就是不要杀人见血的意思 but 也是 画风一本 也不要把它扔到 这个野地的水坑当中去 这个cast 还是扔头抛制的意思 这个p是水坑的意思 这个wideness 是野地里面的意思 and lay no hand upon him 就不要把手放 字面意思说 不要把手放在他身上 言外之意 就是不要加害于他 直接这么理解 把他高亮一下 为什么呢 他说 he might ride him out of their hand 他想把这个小兄弟 就托众人之手 从众人之手脱离的意思 把他送到父亲那儿去 deliver to deliver交付的意思 直接翻译成把他送到父亲那儿去 就完事了 再跟第23句 这一句呢 可以不用翻译 如果非得翻译 就翻译成然后 约瑟就来到他们兄弟的面前 说话之间就来了 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 约瑟还正往这儿走 这个词是兄弟的意思 好 来了以后 这帮坏家伙就把约瑟的衣服给剥下来了 这个衣服就是说 他老父亲送给他的条约上的大衣 这个swipe是剥的意思 剥大蒜 剥花生这个剥的指 就是这个词 swipe his coat是大衣的意思 his coat of many colors 就是说很多条约 colors是条约的意思 code条约 把他也高亮一下 这个是穿在他身上条约的大衣 第24句就说 they took him 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就把他扔到水坑里面去 cast是扔的意思 cast into 就是扔的意思 扔到哪儿 sit down to eat bread 这个bread就是 其他人把这坏事干完了之后 就坐下来吃饭 这个bread当年是指饼和面包 饼的意思 现在我们指面包 当年可能没有 不知道怎么做面包 主意做饼了 因为没有发酵技术 现在他们睁眼睁开他们眼睛 吃吃的睁眼一看 这个lift up是睁眼的意思 把它高亮一下 lift up 睁眼一看 看到了 and look 看到了什么东西 看到了 accompli of accompli of accompli是指一对 一对人 一对骆驼 一对羊群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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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的意思 这个词是一个种族的名字 叫什么 ismanity ismanity 是 这翻成以石马力族的人 以石马力族的人 这个人才来自于哪儿 来自于吉利的地方 来的时候还带着 还随行的 还有什么一帮骆驼 这个词骆驼的意思 牵着这帮人牵着骆驼了 应该是商人 用骆驼拖着东西去卖的商人 这个berry是指 骆驼身上扛着什么东西 拖着什么东西 肩负着什么东西 这么一个动词来讲 肩负着三样东西 这个什么sperry 还有什么bell 还有这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些香料 看这个词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应该是一种树 分明出来的树胶 说上说翻译成 这个蔷薇树的树胶 这是一种香料 这种香料 什么香料不管它 这好像也是一种树皮 这种树皮 一种很香的树皮 高纸树的树皮 也是一种香料 他们拖着这些东西去 埃及 对应该是香料 因为埃及人很喜欢香料 carry down to Egypt 不是埃及的意思 我们再看第26句 26句说 这帮人里面有一个孩子 叫尤大 尤大 就对他其他的兄弟讲 这个是兄弟 你说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这个最小的弟弟杀了以后 没有什么好处 把他血也藏起来 杀人间血 把血掩盖起来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profit是利润的意思 这些翻成好处 这个slag是杀的意思 杀的我们兄弟有什么好处 conceal是隐藏的意思 藏起来吧 做完现场藏起来 一点好处的没有 他动的另外一个外星 就是想把弟弟 卖给这个对面走过来的商人 come就是过来 我们let us sell him sell him to the Ismael Ismael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把他这个他呢 就是约瑟最小的弟弟 把他卖了 卖给这帮商人 这个以什玛尼的商人 这是一个以什玛尼人 这是一个族的族群的名字 Let not our hand be upon him 就是说直接翻译成 我们不要加害 他直接把他给卖了吧 for his our brother and our flesh 这flash本意是肉的意思 这个地方翻译成 我们的血肉 毕竟是血肉亲情 但我们不要把他杀了 把他卖了吧 一个招比一个招损 and his brother went content 这个conceal就是同意的意思 他的本意是很满意的意思 他兄弟就同意了 这帮人真是坏 没有一个好人出来说句好话 说明这个兄弟之间互相争斗 自古以来都有 皇室的兄弟 平民的兄弟 都有这种争斗的过程 斗的很残忍 我再看第28句 then there passed by posed by就是medanity medanity merchantment 这个词是商人的意思 merchantment 商人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地名 来自于米店这个地方的商人 merchantment merchantment 这个passed by 就是从这经过的时候 他们走到眼前 从这经过的时候 这帮兄弟 这帮兄弟的 drew and lift up 约瑟out of the pitch 就是从水坑里面 把他给拉起来了 lift up 把他拉起来 这个也是拖和拉的意思 把他连拖带拉 把他从坑里面弄起来 然后这个sold 就是卖的意思 把他卖给这帮 以士玛尼的人 来自这个以士玛尼族的商人 卖了20块钱 20块钱的银元 这个siver是银子的意思 然后呢 they brought yoth into 这帮商人 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所以他埃及又把他转卖了 转卖成 跟法老的一个大神 我们再看二十九句 这个铝变呢 return onto the pitch pitch 就是水坑的意思 有可能铝变的这个老大 他动了慈悲之心的这个老大 他那个 还不知道这个弟弟已经被卖了 他就说约瑟的不在这个坑里面 这个pitch 是坑的意思 水坑的意思 and rent his clothes 这个认得不是租赁的 认得是撕碎 撕了他的衣服 把衣服就撕了 一看弟弟不在这 肯定心很伤心 也得把衣服给撕了 再看第三句 第三句就是说 he return onto his brother 来到他兄弟面前 说这个兄弟已经不在这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and where shall we go share I go 就是我应该去哪 这个词 这翻成哪的意思 where the 意思 and the two will use his clothes and kill the kid of the goat kid of the goat 就是杀裂之山羊的意思 and拿着这个约瑟的衣服 然后杀裂之山羊 这帮人又动了坏心脏 and dip it to the coat in the blood 就是把这个衣服浸泡到这个山羊的血里面 就是让衣服看见血泥泥的 这个dip是 他的本意呢 是这个是我们吃饺子的时候 蘸一下醋 coat是大衣的意思 然后就拿这个大衣去哄他老爹 去哄这个 哄这个雅阁 and then sent the coat of many colors 他们把这个戴乔伦的这个大衣 就送到他父亲面前 and brought it into their father 送到他父亲面前 然后对他父亲说 说我们找到了这个 and have we found 我们找到这个 你父亲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 是还是不是 the coat or not 就是还是不是 the coat 是他的衣服 这帮人真是坏 糊弄自己脑地 杀自己兄弟 人心大大的坏 我们再看33句 就说这个老父亲就知道 he knew it 他知道这就是我儿子的这个大衣 这个口头大衣的意思 就是说 evil beast has devoted him 就说一定是这个邪恶的野兽 把我的孩子给吃了 这个词是吞噬的意思 devoted 吞噬的意思 这个是野兽的意思 野兽 这个野兽是邪恶的 很坏的野兽 凶恶的野兽 约瑟一定是被他们撕成碎片的意思 这个rent还是动词 撕成碎片的死者 这个in piece撕成碎片 这个词呢 这个doubt doubt是作为理解成疑问 疑问的意思 我有疑问 我有问题 前面加个维造 就是一定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就是一定的意思 他被野兽死人碎片的 我们再看你33句 说明这帮幻想的 成功的哄过了他爹 我们再看你34句说 这个雅阁呢 他就rent his clothes 也用了这个rent 雅阁这老父亲 也把自己的衣服撕碎了 你看前面这个叫吕变的 这个大哥 也把自己的衣服撕碎了 这个做父亲的老头 也把自己的衣服撕碎了 说明在那个时候 人表达自己哀伤的方式 就把自己的衣服撕碎 要撕了他腰上缠的那个带子 这个好像是粗补条 缠在腰上当腰带的这个东西 这个词是腰的意思 把这个东西都撕碎了以后 然后哀到他的儿子很多天 这个词是哀到哭泣的意思 再看第三个五句 他其他的儿子和女儿 都起身来安慰父亲 这个comfort是安慰的意思 他的父亲不接受安慰 这个词是拒绝的意思 不接受安慰 他们就说 这个父亲就说 I will go down into the grave onto my son's morning 就是说这个go down 就是我要下去的意思 go down into下去 下到哪 像他儿子的坟里面 就是鬼是坟的意思 来哀到我的儿子 表了他痛心之情 这个词是哀到痛心的意思 但是他的父亲 Thus his father wept for him 就是父亲嚎啕大哭不止 这个wept是哭的意思 再看第三个六句说 这个米店的商人 就是米店来自米店的商人 就也是卖的 所有的卖的谁 卖的谁 就是约瑟 他们从兄弟手上买下的小约瑟 然后把他带到埃及去 然后把他转卖给这个人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是谁 他的官职是officer 这个官员 这法老的官员 这个词是法老的意思 什么样的官员 captain of the guard 侍卫长 这个captain是长官的意思 这个guard是侍卫 侍卫保安的意思 卖给这么一个人 这些的故事就到这